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挥舞钢管狠狠敲击着杨诗顶 这会儿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啊 平时活动铲都是朝下用的 比较省力气 但现在是朝上用 钢棍和钢铲的重量全部压在我手臂上 分量十分沉重 若不是我有一把好力气还真捂不动的 探铲一击之下便发出金铁交击之声 杨诗顶被探铲拍得晃荡起来 连带着上面的锁链也跟着叮当作响 此刻我和豆腐也是司马当火马一了 那杨诗顶虽然不停晃悠 但是外表坚硬又有铁链束缚 想要破坏它 即便是手里有工具也有很大难度啊 我脑海中转过几个念头便有了主意了 这次不去拍它 而是用探铲抵住杨诗顶的底部 撑着其中一只族开始把它往上顶 杨诗顶有三族 我这样一怒它顿时高低不平 开始向一边倾斜 里面的东西也顺着杨诗顶的边缘往外流 流出来的居然是一些红彤彤的液体 那液体有些粘稠 就像是熬糖葫芦的糖浆一般 有些滴落在轨道上 有些滴落在尸体上 凡是被这种液体所触碰到的东西 迅速冒起一阵阵黑烟 轨道的石面被捉出一个大洞 那些液体临到的粽子 纷纷如同遇到强硫酸一样 一边冒烟 一边融化成了一滩水 我吓了一跳啊 那些液体已经顺着我手里钢管往下流了 逼得我不得不收回碳产 将当头三节拆下扔了 这样一来 那仰尸顶没有了我的破坏 又平稳如初 只是仿佛伤了元气一样 之前那种咯咯哒哒的响声消失了 周围的尸体也在瞬间停止了动作 软塌塌地倒在地上 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 一切都在瞬间平静下来 我转头去看豆腐 它身上挂了好几处彩 吭哧吭哧喘着气 目光因为长时间厮杀 已经带上一丝凶气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当这个顶恢复平静时 那种从殉葬坑下涌起的恐惧感 变得更强了 仿佛有什么东西 就要从里面钻出来一样 我向来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因为他救过我很多次 也帮过我很多次 感觉尚告诉我 虽然这些尸体停止了攻击 但接下来 或许将会有更加不妙的事情发生 于是我立刻拽了豆腐一把 说此地不宜久留 快走 说着我翻身上了轨道 此刻轨道上也全都是尸体 在殉葬坑里泡了这么久 我们二人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 上了轨道 便朝着前方狂奔 时不时东踩扁一个脑袋 西踩扁一个肚子 二人发力狂奔时来不左右 便到了轨道尽头出来 豆腐松了一口气 也没有开口说话 此刻我们太狼狈 一开口 脸上粘稠的液体和烂肉 就会顺着嘴巴滑进嘴里面 豆腐从背包里 扯出一件干净的T恤 这会儿功夫 我们俩自然没时间去换衣服 那T恤当毛巾 三两下收拾一下自己的脸 豆腐热在开口说 那红衣女鬼 还会不会跟过来啊 我摇里摇头说 不确定 破坏了杨氏地 我也不知道会起到什么变故 不管这些了 先离开这里 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 此刻 在我们的前方 有一道拱心的石门 石门被人打开了 露出了一道 可容易人进出的缝隙 石门右侧 是一块壁锡 拖着石碑 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碑文 我这会儿 哪有什么心思 去看这些碑文呢 只大致描了一眼 上面似乎提到了 格格尔公主的名讳 大约是一块 记录公主生平的碑文 这对我来说 有大用处啊 了解这位公主 或许可以找出 她和万妖妃 还有俊儿王墓 以及鬼舍之面的关系 因此原本打算 直接往里冲 到这儿 不得不停下脚步 耐下心 往下看 那种恐惧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是越来越重了 甚至带桃木 守住的豆腐 都感觉到了 她迟疑地回头 望了望 殉葬坑 哑声说道 我总觉得 里面有什么东西 要出来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她脸色有些发白 也不知是不是刚才挂彩 失血太多 还是吓出来的 于是我安慰她 睁着眼睛说瞎话 哪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是你太胆小了 紧接着 我用了最快的速度 快速将石碑上的碑文 浏览了一遍 果然有些收获 根据碑文上的记载 这个戈戈尔 乃是一位达达公主 明朝时期的达达 指的是 退去蒙古高原的 北渊政权 这是一位和亲公主 碑文上记载了 她的生平 这位公主比较可怜 生平没有什么大事 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和亲 但是 没来得及封号 就病逝了 因此被埋葬在这个地方 除此之外 唯一值得注意的 就是其中一段 上面所记载的内容 让人觉得就像是 天方夜谭一样 这上面写着 据说这位格格尔公主 美貌动人 但唯一有一点 让人惧怕 就是 她的脑袋顶上 有一块 凹下去的圆形大洞 这在现代 我们称之为 龙骨闭合不良 或者是脑骨发育不健全 但在当时 却被认为是 邪恶的象征 蒙古族历来信奉 萨满教 认为万物有灵 崇拜多种自然神灵 比如 鹰狼之类的 上个世纪 蒙古还都保持 天葬的邪俗 即 肉身溶于自然 为狼为鹰为动物 将人容尽自然 循环的一部分 只是一种古老的 对于大自然 对于腾格里的崇拜 萨满认为 万物有灵 而格格尔公主 头顶的圆洞 乃是长生天 开启的神灵通道 因此 格格尔公主 曾经跟随萨满学习 据说用一些 非常邪恶的力量 和这个挽摇飞 倒是有相似之处 通过古人 很会凭空捏造 特别是对于女性 很是不宽容的 关于她会 无数的传说 究竟是真是假 那可不一定了 格格尔公主 离开蒙古 到了明朝 自然因其邪恶 而不被看重 在她死后 为了防止 她邪恶的鬼魂作祟 特意将她的尸身 运到此处来远葬 此地 古名为乾隆山 相传山中 有龙蛇交神 没成像 在修建牧师过程中 不经意见 居然真的挖到了交卖 交性恶 记仇 为免交龙为祸 特设下养尸局 以尸气镇压制 我看完只觉得 后背搜索冒凉气 如果背文上 所记录的是 真实情况 那么 这个养尸局 真正的目的 并非单纯 设为防止盗墓贼 它是在起一种 镇压的作用 豆腐也不由 打紧起来 难道 那殉葬坑的最底下 有一条叫 消龙 它估计是想起 杜兽园 在镇木兽背上 留下的字 不由其道 原来群鬼出巢 恶龙将出 竟然是这么回事啊 哎呀 不好 咱们刚才 破坏了杨尸顶 那下面的恶交 会不会 我也有些吃不准 回身看了看 身后一片 湿气弥漫的死地 不由手 现在说这些 也没用了 先离开这里 如果真有角龙 它被困了几百年 肚子肯定饿了 你看见咱们 肯定不会客气 豆腐立刻点头 说 我可不想 当蛟龙的点心 咱们赶紧走啊 说话间 我们越过碑文 闪身进入了 石门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